第二个 只有这两个啊 你记住就可以了 那么房地产开发企业 你想插额征税 前提条件也必须是一般纳税人 一般纳税人 好 一般纳税人呢 我们来看一下 选择一般计税的时候 我们才允许你插额 才允许插额 也就是说 你是要用销项税额减去净项税额 那算你的一纳税额 在计算销项税额的时候 你的销售额当中 是可以扣除掉的 是可以插额的 好 那么一般纳税人 我们注意 你在计算销项的时候 适用的税率是多少 一定要跟前面再挂钩一下 对吧 我们销售的是不动产 不动产销售 由电土不见交 记得这句话吗 这个部里面 是不是包括不动产的销售啊 不动产销售 适用税率是9% 也是一般纳税人 对不对 那如果是 这个老项目的话 如果是你自建的项目 而这个项目 它的开工日 是在2016年4月30 30号以前开工的 如果我现在销售的是 自建的项目 而这个项目是老项目 行了 我就有一个选择权 我可以选择减一征税的办法 是不是 因为我们2016年4月30号 以前是营业税时代 你没得抵扣 那如果让你去全额征税 负担特别重 所以这个时候呢 可以让你选 你可以选择减一计税办法 这个强调的是 你只有老项目 才可以选择减一计税办法 如果是2016年4月30号 也就5月1号开工的那些项目呢 那些自建项目呢 就不可以了 不可以选择减一计税了 为什么 你直接按照一般纳税人抵扣就好了 好 所以如果是老项目的话 选择减一计税 只能全额征税 所以在这你要注意 房地产开发企业 必须是一般纳税人 在选择一般计税的时候 才可以什么 才可以差额计税 如果他是老项目 他选择了减一计税 还能让他差吗 不可以 如果减一计税的话 他采用的那个征收率 本来就比较低 这个税率就比较 本来就比较优惠了 就比较优惠 税负就比较轻了 这个呢 大家体会一下 那么我们说 把这个事情说清楚了 那么我们还要知道 他差掉的是哪一部分 那么你的价款和价位费用 减去允许扣除的土地价款 也就是说 如果房地产开发企业 你是一般纳税人 你采用的是一般计税方式 那么你是用销向税额 销向税额减去净向税额 减去净向税额的 对吧 那么计算出来你的应征税额 应纳税额的 对吧 那么你现在我们 现在说的是这一部分 那么净向税额 我们在后续才会去讲 还没有设置到那个大模块呢 对吧 那么销向税额呢 我们是用销售额乘以试用税率 销售额乘以试用税率 我们卖的是房 所以试用税率9% 这个销售额是允许你什么 插掉一部分的 用什么 用你的价款和价外费用 减去土地价款 减去土地价 就这么一件事 那如果说我是一般大学人 我现在我卖的是自己开发的老项目 那你有选择 你既然你选择了减一计税办法 就不能再选择差额了 不能啥好处都让你占了 能明白吗 好 所以在这呢 我们说这个土地价款 是你可以扣除掉的 那土地价款里面包括什么 包括像政府支付的什么 征地拆迁的这个补偿费用 还包括什么 像其他单位和个人支付的 拆迁补偿费 那大概有印象就好了 主要是征地和补偿拆迁的费用 以及开发费用 以及补偿费用 好 这是房地产开发企业 对房地产开发企业和客运厂战服务 它有一个差额计征的前提 这个前提一定得满足 那就必须是一般纳税人 那么小规模纳税人呢 小规模纳税人 你一定得是减一计税办法了 那你采用征收率 这个税负本来就比较轻了 那就不允许你再差额了 能明白吧 好 这是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差额计征 好 那么关于差额计征 它的一般情形 其实我们上述已经介绍很清楚了 在一般情形下 这个差额 这个差掉的销售额 它既适用于一般计税方式 也适用于减一计税方式 但是有两个例外 一个是房地产开发企业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客运厂战服务 要求必须是一般纳税人 才能差额 否则不能差额对吧 好 那么接下来还有 那么还有的是什么 还有的就是 必须是减一计税才能差额 是不是和我们刚才 这两个例外正好是 相对而言呀 正好是对立面 那哪两个服务 当然不是这两个 不是只有这两个 我们认为这两个更重要 就给大家呈现出来 剩下的就没给大家呈现 好 那么有哪些服务 是必须在减一计税的时候 采用减一计税方式的时候 才能差额 你采用一般计税方式 就不能差额了呢 对吧 好 我们看 也有两个例外 第一个呢 就是建筑服务 建筑服务 那么建筑服务 如果你是减一计税的话 可以差额即征 如果是一般计税方式 也就是你采用抵扣税制 你未来还要减镜项的 那就不允许你差额了 能明白吗 那么建筑服务 如果是减一计税 首先是差额 另外它使用的征收率是多少 你得想想吧 它采用减一计税 是不是涉及到的是 征收率的问题啊 征收率到底是多少 建筑服务 它是和人房有关的吗 它是和人房有关吗 它不是 所以不是5% 那么我们说是3%减2%吗 它也不是 3%减2%是 使用过的固定资产销售 卖使用过的固定资产 或者卖旧货 现在都不是 你是很普通的 建筑服务 那就是普通的征收率 3% 所以这个也要想得起来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如果减一征税 采用征收率是3%的情形 那么我们是允许你怎么样 用取得价款和价位费用 减去你支付的分包款 分包款 比如说某一个建筑企业 在本市 在本市收取了一个 建筑服务的价款200万 同时支付了一个什么 分包商分包款50万 所以剩下的150万 就作为销售额了 所以这是差额激增 那为什么我刚才张老师说了 这个建筑公司在当地 在本地 比如说它是它在这个 北京成立的 在北京承包了一个建筑服务 行了 它是按照这个 简易继续办法的话 可以差额激增 那么我们说 如果它去外地的话 这个外地这个事情 就比较复杂了 它如果去外地 承包了一个建筑 建筑服务 那还会设计到 一角增值税的问题 我们后面再给大家 稍微点一下 好 这是在本地 同时建筑服务的情形 好 这个分包款 就是支付给总包 我们是总包 支付给分包方的 那些价款和价格费用 好 那么还有一种情形 必须是在 简易继续的时候 才能差额激增的 是销售不动产 这个销售不动产的 不是房企 而是什么 非房地产企业 那么它销售的是 银改增之前所取得的 非自建的不动产 那就是非房企业 它拿到这个房 它仅仅是转让或者出租 它并不是销售自建的不动产 对吧 那么只不过 我拿到的这个房产 我什么时候拿到的呢 我是2015年 买的这个楼 这幢楼房 现在呢 是2021年 我要给它卖出去 你想想2015年 我取得的时候 有没有抵扣过镜像啊 没有 那么当时没有抵扣镜像 那么今天你在销售的时候 我就允许你什么 选择减易积税的办法 给你减步 对吧 那么你选择了减易积税办法 而且还允许你从销售额当中 插掉一部分 扣掉一部分去积税啊 好 所以扣除掉的就是你的买价 比如说这种 这栋楼呢 你卖了1000万 当时你买的时候呢 是300万 好了 那么1000万减去300万 剩下的700万去做 去作为销售额 乘以征收率啊 乘以征收率 一步就把税额算出来了 就是这个意思啊 所以在这儿呢 我们讲到现在 那讲到目前为止 我们所有的这个销售额的内容就讲完了 我们最后一个部分呢 就是关于销售额 如果你销售的不是一般的货物 而是服务 无形资产和不动产的话 会涉及到全额计争和差额计争的问题 那么这个全额计争的情形比较少 就是我们所说的贷款的收入 销售贷款的利息收入 还有就是我们直接收取的金融服务的费用 全额计争 那么剩下的差额计争 大部分适用于什么 一般计算方式 或者是简易计算方式 对不对 但是也有些特殊的 比如说我们讲到的客运厂站服务 还有我们讲到的这个 房地产开发企业 要求你要用差额计争的话 必须要求你是一般纳税人 对吧 好 那当然还有一个必须要求是简易计争的 是建筑服务和销售不动产 当然是非房产公司 销售不动产 而这个不动产也是老的 也是应该增值钱的 那么也允许你什么差额计争 好 那么我们讲完差额计争了以后呢 我们整个销售额的内容 其实就介绍比较完整了 就不缺东西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一个小细节 一般纳税人如果选择了差额征税 那么也就是你在计算销售额的时候 计算销箱税的时候 已经差掉了一部分 那么被扣掉的那一部分 如果取得的有专票 取得的有凭证 比如说我取得的是 取得的是专票 或者我取得的是一些什么 小规模纳税人的专票 或一般纳税人的专票 不管是凭票 是可以凭票去抵扣的话 还允许在后续的镜项税当中抵扣吗 就不允许了 不允许你一笔款项 既在销项税额当中扣过 也拿到镜项税中去抵扣 不允许 所以在这 你在差额当中扣掉的那一部分 后续还能镜项税抵扣吗 就不可以了 这个稍微注意一下 好那么讲到现在 我们整个销售额就说完了 销售额就说完了 好我们销售额呢 有销售一般购物 销售特殊的无形资产和不动产 服务 那么销售一般的无形资产 不动产和服务的时候 要注意全额征税和差额征税的问题 在全额征税和差额征税问题上呢 我们强调这么几个啊 你比如说人力资源的外包 人力资源外包和劳动派遣 劳动派遣 这两个呢 要放在一起去比一下 那么人力资源外包 它是必须什么差额 不论你是一般纳税人 还是小规模纳税人 不论你是一般计税 还是这个减一计税 必须差 那么如果是劳动派遣的话 是可选择差额计征的 对吧 那么你在选择的过程当中 如果是一般大学人 他适用的是税率 到底多少 你要能够确认啊 如果是小规模的话 或者一般大学人选择了 减一计税办法的话 适用的征收率是多少 你也得能够明确才行 好 这是一组啊 还有一组呢 需要大家注意的就是 融资性的租赁 和融资性售后回租 这是两件事 对吧 那么融资性租赁呢 是可以允许你减掉什么 两个利息 再减掉一个 如果说你融资租赁租的是车的话 允许你减掉车辆购买水 如果融资租赁租的是设备的话 就不用管它了 只要减去两息就好 那融资性售后回租 是允许你从价广和价位费用当中减掉本金 再减掉两利息的 对吧 这两个需要你关注一下 这是差额差什么的问题 那么最后呢 我们还还提到了一组 前提必须是一般纳税人才能差的 是什么 房地产开发 房地产开发企业 还有一个就是客运厂站 客运厂站服务 那么还有强调 必须是减易计税办法 必须减易计税才能差额的 也有两个 一个是建筑服务 一个呢就是非房企 转让销售不动产 必须是减易计税方式 才允许你差 好 这就是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小节归纳 有一些需要你来回去 想一想把它盯得住的这些内容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做了总结归纳之后 有一些提示的 需要你重点关注一下 不要忘记的这些内容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单项选择题 下列应税行为当中 不可以差额计算 增值税销项税额的事 我们来看一下 ABCD 这里面就有一些眼熟的了 对吧 不归纳不总结的话 你学了有可能忘 归纳总结以后 很多东西就加深印象了 你比如说 融资性售后回租 是允许你减的 可以减本金 同时可以减两类利息 对吧 所以它可以差额征税 另外经济代理 我们在讲 差额征税的时候 第一页就是各种各样的代理 那么经济代理呢 可以允许你扣掉 代售的那些政府性的基金 和行政事业性的收费 对吧 所以它也是可以差的 那么旅游服务 还是也是可以差的 如果你是一个旅游服务的公司 那么可以减掉 你代交给宾馆的 这个租户费啊 餐饮费啊 门票啊 等等 所以这里面你用排除法 最后我们不允许的 那就是有形动产 动产的租赁啊 所以我们刚才说的租是融资性租 而不是经营租赁啊 经营租赁 这个有形动产租赁 比如说我租的是车啊 那么挣到了一笔收入 能不能差额呀 不可以啊 所以我们选择的是A 好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个小的案例题啊 这道案例题呢 比较小啊 并不是特别的难 难度不是特别的高 某金融机构是一般纳税人 以一个季度为纳税期限 第一季度发生了以下业务 第一个提供了贷款服务 收取了不含税的 注意是不含税的 贷款利息收入1200万元 我问大家 贷款利息收入可以差吗 不可以 它是全额征税的 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 就讲到过全额征税啊 那么提供的货币兑换服务 取得了不含税的收入25万元 这个25万元 是直接获取的服务费用 这个呢 也是什么 也是全额征税 不能差 对不对 也是全额征税 好 发生了人员工资支出65万元 好 那么第二呢 我们看一下转让金融商品 设置到金融商品转让了 我问大家 金融商品转让 可不可以差额征税啊 可以啊 因为金融商品 我买入的时候有一个价 卖出的时候又有一价 我们可以按差价来支撑 而且呢 如果出现复差 还可以在什么 年内去截转 记不记那件事啊 好 所以在这我们看一下 金融商品转让 卖出价有一个 那对应的一定会给你个买入价 你去找就好了 一定有买入价 对吧 好 买入价有啊 那么另外 那么另外发生了手续费支出 取得增值税专票啊 著名金额是9万元 税额是0.54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刚才在讲转让的时候 给大家强调过 金融商品转让可以差额计征 一定是卖出价格 减去买入价格 后面还允许你减其他吗 不允许啊 不允许 那么如果有这些什么书 这道体面给出的手续费支出 就不允许继续去减了 所以这里面的这两个书 完全是在干扰 你看你在学税法的时候 学的仔细不仔细 你在读题的时候 在解决食物问题的时候 到底踏实不踏实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就看税务工作者 这些基本素养了啊 到底缜密不缜密 学的时候认真不认真 在落实食物工作的时候 到底能不能非常的谨慎 这些都在考察你啊 所以这两个就不用管他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看啊 他还告诉了 上述的卖出价和买入价 都是含税 都是含税价格 对吧 好我们来看一下 问题第一个计算 业务一的销向税额 销向税额 好业务一的销向税额 我们来看一下 销向税额和你支出有关系吗 没有啊 销向税额就是你挣到的 和你花的钱没关系 和你挣的钱有关系 对吧 所以这个不用管他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是1200 1200 然后呢 再加上一个什么25 那需要脱税吗 不需要 因为他就是不含税价了 不含税价直接就乘以什么 适用税率 那接下来我再问问大家了 如果是金融机构的话 他适用的税率是多少 金融服务 适用税率是6% 这个必须能想得起来 他不是油电土不建交里面的 对吧 所以他适用税率是6% 油电土不建交里面的 适用税率是9% 对吧 那剩下的其他服务 无形资产不动产 适用的是6% 对吧 当然有一例外情形 哪个例外呢 就是关于动产的租赁 动产的租赁是用13% 这个排除法嘛 好 好 这就是第一个 第二个 计算业务二的销项税额 那么业务二的销项税额 它是可以差额激增的 这个差额激增呢 就是用卖出价减去买入价 而卖出价买入价 都得是真正的销售价 也就是含税价 所以在这呢 我们在计算的时候 就是用卖出价 直接减去买入价 然后呢 进行价税分离 再乘以税率 价税分离的时候 如果是金融服务的话 那么同样是什么 1加上6% 所以除完了以后 含税价就变成了什么 不含税的销售额了 再乘以什么 再乘以试用税率 算出来的就是业务二的 交向税额 所以这个过程呢 就是什么 差额征税的过程 所以我们通过这道题呢 就是告诉大家 我们刚才讲了很多 差额征税 就是我们针对销售服务 无形资产不动产的时候 差额征税 这就是我们给大家 用实物 去让你真真切切的 去感受一下 什么叫差额征税 那这部分呢 是全额征税 我挣的贷款利息 和我挣的 直接发生的一些手续费 是全额征税的 但差额征税呢 主要是金融商品的转让 可以差 到底差什么 差掉的就是买入价 能不能差其他手续费 不可以 这就是你要学的时候 要钉死了 学一个就必须给他学清楚 不能含糊 一旦含糊 你多减一个费用 多减一个费用 你算出来这个数就是错的 对吧 所以你要做 从事这个税务工作的话 就必须要认真 必须要踏实才行 好 这是我们讲到的这个内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